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的檔案目錄管理 還有這個套件管理 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在Linus裡面的 這個檔案目錄跟微軟的不太一樣 微軟他是以硬碟槽來當做切割 比如說C槽、D槽、E槽 那在Linus底下他就是從最上面的根目錄 這個雖然截圖的部分呢 這是網路上取用的圖 那他雖然是以Centos 17 但事實上Centos 8也差不多 最上面是根目錄 根目錄 根目錄下來他分好幾個 有boot、etc、process、device、home、root,一種類推 那 新建的使用者呢他會再加目錄 就是這個home底下建 變個人 那個帳戶對應到的加目錄 所以他會在底下建立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樹狀結構 樹狀結構 好 那 在Linus底下下指令的時候呢 這個 各位要特別注意 指令啊或檔名啊或者是目錄名稱啊 這些 大小寫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這個 TEST你大寫的T跟小寫的T基本上他就是把它視為不同的 這個檔案 OK 好 那 各位如果說有興趣想要看檔案的樹狀結構的話 你可以去 安裝一個軟體叫Tree Tree 好那Tree打下去後面 測試的這個目錄 Key給他之後呢他就會把樹狀結構展開 這裡面有哪一些檔案 就會形成一個樹狀結構來看 好這樣 其實看起來還蠻一目了然的 所以這套軟體是叫做Tree 我現在的目錄是 這在我自己的帳號底下 那我打Tree 他就會展出 樹狀結構告訴你 從你現在所在的位置 現在的位置底下有哪一些目錄 那各位看到藍色這個就是目錄的意思 那紅色這個因為他是壓縮檔 然後呢這些都是屬於目錄 白色的字呢是屬於什麼檔案 就這樣子 列下來所以他告訴你有幾個目錄有多少檔案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Linux底下有一些重要的目錄 像斜線bin 就跟目錄接下來就是bin 基本上都是放一些程式的執行檔 那如果檔案列表很長一串的時候你可以加more 可以加more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先切換到bin 好 Pwd呢是這個顯示你目前所在位置的完整路徑 這種稱之為 絕對路徑 所謂絕對路徑就是從 斜線去代表跟目錄 最上面那個 root下來 你在第幾層的哪個目錄底下 然後在這邊裡面 我用ls去看 他會列表很長對不對 好那我ls-l 他除了列表之外他還會 產生一些訊息 前面這是權限 然後再來這是節點數 再來這是 這個 擁有者是誰 這是哪個群組 再來這是檔案大小 什麼時候建立的修改的 最後修改日期 然後後面是檔名 OK 好所以這樣子是一連串的資料下來很長一串可是 你想要看的都已經跑走了怎麼辦 好有個做法就是用mall 好比如說這個 ls-l 然後呢因為很長所以我想要一部分一部分的看 這樣子 那我就是看這一部分之後再按空白鍵就往下 再看 空白鍵就往下 好那他的 情況是他只能往後看 如果說過頭了你要退回去呢他是沒辦法的 好所以你只能一路往後看好這就是 家人mall這個餐這個指令的話 我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條直線喔 這不是數字也不是英文啊 這不是 E也不是I 這是 各位在鍵盤上面有一個直線的那個 直線的符號 OK 所以 這是bin 那另外一個ETC 這個蠻重要的 這是 所有 城市的設定檔 各式各樣的這個設定檔都在這邊 所以當你要進行備份的時候除了你把資料備份 之外呢 記得這個目錄呢也把它備份一下 因為我們在 一個伺服器架設的過程呢 其實是不斷的在進行這個 設定 所以你修改了很多東西 萬一這個部分沒有備份到那你 機器回損在回復的時候你的這些設定檔 就要重新再設定一次 這樣很麻煩 所以建議各位呢 在備份的時候麻煩把這個目錄備份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 Sbin Sbin的部分呢 是用來做什麼 放這個 系統管理工具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要執行 必須要 SUDO可以執行的人才可以 就是具有ROOT權限的人才可以去執行它 好那DEV的部分呢 是Device或是裝置 比如說滑鼠 滑鼠鍵盤 然後呢光碟機 這些呢都是在CD-ROM裡面 都在 都在這個DEV底下 所以各位來看到這邊 有TTY TTY0 這代表是有很多中斷機 然後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有CD-ROM 對不對 然後除此之外還有 SDA SDA1 SDA2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的伺服器關機之後裝了一顆新的硬碟 那你就會發現它多了其他的編號出來 比如說 SDB SDC 就會出現在這邊 OK 好所以這個就是Device的部分 用來顯示這個 對應到你的裝置 然後斜線Home呢是很重要的一個 地方 所以備份一定要備份它 原因是它是 使用者的加募錄 它管理很多使用者的帳號底下的 這個加募錄 所以呢 Home 底下有Kevin 有這個YUNG C-HN 那這樣子下來 所以呢你就會可以看得出來說 各位看到這邊 ERROR OPENING DIRETORY的意思是因為 我的權限呢只能看我自己的 所以我把自己展開沒關係 但是Kevin呢不是我的權限 所以他就不會展開 而且會告訴你 你是沒有權限的 好那在這裡面有多少使用者 他都會把它列下來 他都是放在Home底下 要來 這個管理 所以各位一登入的時候 他的路徑呢 就會在Home底下 然後你的帳號 的這個目錄底下 好所以在備份的時候 因為 使用者在這邊 加了很多檔案 所以他這邊的備份呢 就會變得非常的 重要 好那各位 好那各位剛剛有看到一個 指令 就是LS 後面加了LHT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減L代表使用長的 這種列表方式 所以他會把所有資訊列示出來 這種就是減L 那減H是代表 使用什麼 Human Readable 就是 人類比較容易看的 各位 剛剛看到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但是因為加了減H 所以他會變成1.6K 這樣比較容易看 1.4K比較容易懂 或是幾妹 都會在上面比較容易看 好那如果 加了減T呢 他是會按照什麼 檔案的 新舊 就是修改時間的新舊來 列表 所以他會把最新的放在最上面 然後最舊的一去往下 這樣子來列表 所以這是在 你在 查看檔案的時候你要找出哪一個檔是比較新的 你可以加減T 所以每一個使用者都有一個目錄 是在這個 HOME底下的 那只有ROOT的 加目錄呢是在斜線ROOT底下 OK 好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斜線BOOT BOOT是開機的意思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放到的是很多的這個KERNEL 系統的核心 還有開機的時候會使用到的核心檔案會放在這邊 就是BOOT檔 OK OK 好那USR呢通常是在放軟體的這個地方啦 那他會佔蠻多空間的 所以在這邊他會分門別類看你是屬於哪一種呢 所以各位看到這邊有GAMES 還有一些其他軟體 Share這些 在Share底下有很多軟體會安裝在這個目錄底下 OK 好那USR底下的BIN呢 是一般使用者可用的指令跟工具啦 所以各位可以來看好他會 有對應到好像Pipe啊 Virtual Bus Control都會在這邊 OK 好所以這是這裡面可以用的指令 好 那如果說你要顯示目前所在目錄呢可以下PWD的指令下去找 那他告訴你完整的路徑 好 那如果要列出 目前目錄的這個 這個 檔案 好那你用LS 我們已經看過很多了 那 講一下列表出來之後的樣子 全線的部分呢 他要分三個對不對 等一下下一頁我們會介紹他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全線 再來是鏈結數 那是因為這種檔案結構的關係 他有多少檔案然後有多少鏈結點會在這邊顯示 那再來是擁有者是誰 這是由root所建的 OK 然後群組呢他是屬於哪一個群組 好那在目前這邊呢他是把它設定成 這個 帳號在建立的時候 擁有者 就是我們的帳號本身就會有一個 使用者的 帳號 同時也會建立一個跟他名字一模一樣的群組 OK 當然你在一個系統裡面他可以在建立其他的群組 這是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有些臨時性的群組 比如說RD 沒有一個人 帳號叫做RD 可是呢因為我們這一次的 運作需要從系統裡面的 一部分的人把它集結起來 一起 把資料共享出去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空間 最後更新的時間 最後才是什麼 檔名 最後才是檔名 這樣子 OK 好那麼剛剛前面有講到權限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權限就是 最前面這個 單獨一個 這個是有 減號D L B跟C的這種差別 減號代表他是一個檔案 那如果是D的話代表他是一個目錄 L代表他是一個link連結檔 所以他 他其實 連結各位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我們 在微軟底下的這個 捷徑 就是你 開他的話他其實是開對應到的那個檔案 他連結到的那個檔案去 然後B的話代表周邊的 這個硬體周邊 然後C代表是序列鋪設定 序列鋪的這個設備比如說 滑鼠或鍵盤 再來呢每三個一組 第一組呢是owner的權限 那如果減代表沒有權限 R是代表可讀 W代表可寫 X代表可執行 那第二組呢中間這三個呢 一樣是RWX 那如果是 減號一樣是沒有權限 那R代表可讀 W代表可寫 好那 再來就是owner這邊 R的其他人除了 擁有者 群組之外的人對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設定成這個R 一樣是可讀可寫可執行 看你要怎麼去設定他 好那這邊呢各位可能就會有個疑問呢 那如果我如果要改變他可以怎麼改變 我們來操作一下 我們到加目錄 底下的 好假設我在這個目錄底下 我是在home底下的永鎮底下的 workspac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有哪些檔案吼 好那各位可以看得到這個 Test對不對 這個檔 好那我如果把它全線改成使用者可以讀可以寫可以執行 然後呢 其他全部都是零 就是意思就是說我不要 讓群組的人讀寫 我不要讓其他人讀寫 那各位可以把它看成是 三個 變成一個 數字 好比如說二進字的話這邊有啟動就是1這邊有啟動就是1 那我要執行他是1 所以111對應到實進字是多少 二進字的111對應到實進字就是7 那這邊呢 我不想要讓他讀寫他就變0 我不想讓他寫也是變0 那不想讓他這個 執行也是0 所以000對應到 這個實進字的是多少呢 就是0 所以呢我可以下一個指令加CH MOD 改變他的模式 變成什麼700 這個7代表 這個7代表什麼 擁有者他的全線全開 可讀可寫可執行 那這個0呢代表什麼 不能讀不能寫不能執行 那other呢也是不能讀不能寫不能執行 好那針對哪個檔案呢 就這樣子按Enter 我們再看一下 各位有看到嗎所以他狀態就改變了 好那如果說我要這個 給 我要回復成像他這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原本的是什麼 這個多少 1對不對這是1 啊這是0 110 2進制的110對應到的這個 10進制是多少 這是4這是2所以4加2多少 6 啊這也是6啊這0 2 4 4對不對 所以CH MOD 6 64 然後呢 針對什麼檔名 TEST 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各位就會發現他的格式呢 改變了 所以全線全線的這個修改是用CHMOD CHMOD 這樣OK嗎 好這是全線的部分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在目錄裡面還有幾個比較特別的齁 單獨一點的那個這個據點的呢就代表說 線型目錄了齁 啊如果連續兩個點的通 齁連續兩個點的呢代表說 他是上一層目錄齁就是 就是父親的這個目錄齁往上一層 齁所以 如果你要切換的時候齁可以回到齁CD點點 就回上一層 齁回到CD就是改變嘛改變目錄 所以改變目錄到哪裡 上一層就是點點 所以你本來在這個齁 HOME底下永正底下的Downloads 那你點點CD點點之後就會回到什麼HOME底下的永正 就會回到上一層這樣 好 然後呢如果說你其實沒有要切換你只是要看父親節點 父親的那一層目錄有哪一些 你就LS-L點點就可以看到上一層的齁比如說 來看一下齁 LS-L我要父親那一層的 就可以顯示這樣子 這樣OK吧 齁 齁好然後呢 如果說你是要這個切換的話就CD點點 他就可以切換上去了 這樣可以嗎齁所以 再來呢 如果說你在 使用LS指令的時候如果你加個參數叫-A的話 那他會幫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會把隱藏檔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一個範例齁 LS-L 他就會把隱藏檔列 列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來看一下齁 Ls-L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剛剛明明就很少 對有沒有加A差很多對不對 加了A之後呢 很長對不對 那我加一個mall好了 這樣就不會一下子跑掉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有 貝徐對不對 history 什麼 好多 隱藏檔很多 對按空白鍵他就在把剩餘的顯示出來 這樣OK吧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 顯示隱藏檔 就是加A 好那 指令CD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齁CD切換到哪個目錄就 把 路徑 打上去齁 那這邊給各位個 觀念就是 路徑呢分兩種 路徑分兩種一種呢叫做 絕對路徑 絕對路徑那另外一種呢叫做 相對路徑 什麼叫絕對路徑呢 絕對路徑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要切換到 VAR 斜線VAR底下的 Log 那我就CD 斜線 VAR 斜線Log 好那這個呢就是屬於什麼 這個 就是屬於絕對路徑齁 因為他從根目錄下來 就是斜線開始 一路下來就是絕對路徑 好那我們就切換過去對不對 這樣子所以 從斜線開始這種 完整展示的這種叫絕對路徑 好那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 另外一種叫相對路徑 那相對路徑的話我要切換到剛剛 一樣是 VAR底下的 Log 那我就要CD 先從永鎮回到上一層就會到Home Home呢再回到上一層 就會 到根目錄嘛 斜線 斜線之後我再從斜線去到 VAR 這個目錄底下的Log 這個 這種有加點點的方式去跑的 就屬於什麼 就屬於相對路徑 相對於我現在 怎麼樣出發去做事情 這樣子 可以吧所以他一樣可以到這個地方 只是他用點點的方式回到 這個就回到上一層 再 回到上一層就回兩層 從這邊回到這一層再回到上一層 就到斜線 斜線再下去什麼 從斜線下來 從斜線下來到VAR再下去他的Log 就到這個目錄 這樣知道嗎 我就是 相對路徑跟絕對路徑的差別 這樣可以喔 點點